法国议会7号以154票赞成 38票反对通过了将卫生紧急状态延长到2021年2月16号 之后实施过渡制度直至4月1号 但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左翼团体向宪法委员会提出上诉 69名联署人员解释说并非低估整个国家的疫情状况 但认为这项法案违反了一些宪法原则 法国执政党共和前进党魁斯坦尼斯拉斯格里尼8号谴责反对派的这种立场 称这些完事不公 误惑人心和不负责任令人震惊 完全不符合当前的疫情形势 法国多地医疗机构的压力正在逐渐加大 奥夫涅罗纳阿尔贝斯大区是法国第二波疫情中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发病率高达866例 重症床位已从550张增加到1000张 未来几天将增加到1200张 大区卫生机构总干事让伊夫格拉尔8号表示 将再向外地转移200名患者 以缓解医院压力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住院人数增加了6倍 重症患者的数量也在大幅上升 普罗旺斯阿尔贝斯兰斯海岸大区卫生机构宣布 取消该地区医院的所有非紧急医疗和外科手术计划 目标是将重症床位从目前的760张增加到850张 并增加医疗床位容量 应对新冠患者的大量涌入 上法兰西大区卫生机构宣布 8号首次通过直升机将患者转移到德国的医院接受治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